地鐵如何在地底開通行車隧道? 建立地鐵系統,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計劃階段 這個階段涉及隕藏在地底的地質分析、 查看土壤類型、岩石密度等情況 以評估之後施工的困難程度和風險 確定隧道的最佳路線 2.挖掘階段 地底開鑿使用多種開鑿器材和技術 包括傳統的挖掘 以及現代的隧道轉掘機 備用手動挖掘技術進行隧道挖掘 需要大量勞動力和時間 但對於複雜的地質環境可能是必要的 隧道轉掘機 TBM是專門為開鑿隧道而設計的大型機械 能夠在地下轉出大直徑的隧道 它在轉掘過程中會不斷旋轉 一邊切割岩石 一邊使用液體減少摩擦力 3.支撐階段 隨著隧道挖掘進程 工程師需要在隧道周邊安裝支托結構 通常會先設置臨時支撐 然後換上永久的鋼筋混凝土結構 這些支撐結構可以防止隧道攤塔 4.軌道鋪設 這個隧道則重於鋪設鐵軌和相關的信號系統 並且進行通風及照明系統的安裝 5.測試隧道 系統建成後需要進行徹底檢測 確保所有的元件工作正常而且安全 測試及批准的過程可能需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 以上就是地鐵隧道如何在地底開通的過程 因為地點和局部環境的不同 實際的情況可能會有所改變 但大致的步驟和過程基本相同